女人结婚,最怕遇到天心又不讲理的婆婆,有的婆婆还真就是集天心又不讲理。 这种婆婆的存在,不仅破坏了肘里之间的感情,也会破坏夫妻之间的感情。 若男人是个拎得清的,那还好,最怕男人拎不清,还妈宝男。 这种男人,在家明明不受待见,但就是对父母的话言听计从。 就算父母提出了过分的要求,他也会听从。 在这种男人的心里,老婆和孩子根本比不上爸妈重要。 于是,女人在这样的家庭,就只能吃嫩亏了。 在当今社会,女人相对比较自由,谁也不愿意一辈子跟着这样的人过别的日子, 他们宁愿离婚,宁愿自己带着孩子过日子,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家庭过受人欺负的日子。 于是,男人就失去了本该幸福的家庭,而婆婆呢,赶走了一个媳妇,也只剩一个媳妇能孝顺她了。 她以为自己天心的儿媳会对她好,但时机会怎样,谁又说得清呢? 王海丽就倒霉地遇到了天心又不讲理的婆婆。 更倒霉的是,她的丈夫还是个拎不清的妈宝兰。 对此,王海丽也只能认倒霉了。 没办法,这事也只能怪自己识人不清。 王海丽刚嫁给张群的时候,还没那么多糟心事,也就没发现婆婆和丈夫的其他。 那个时候,她虽然发现了婆婆对小叔子的偏心,但张群自己都不在意,她也就没说什么。 那个时候,王海丽也已经三十多岁了,所以对婚姻,对婆家也没那么多要求,能凑合着把日子过好就行。 所以,面对婆婆偶尔的出风和丈夫偶尔的不着调,她也没怎么在意。 说到底,她对丈夫就没有爱。 她之所以结婚,也只是因为年纪到了,受周围人的影响,想要赶紧成个家而已。 成了家,那就是合伙人了,俩人也就成了搭伙过日子的关系,没有期待,就不会有失望。 所以,王海丽跟张群的相处还算和谐。 但这样的和谐也没能维持多久。 原本对她还算客气的婆婆,自从她怀上孩子开始,就对她随意了起来。 那态度,就像是吃定了她一样,这让她觉得很不舒服。 丈夫也是如此,随着婆婆对她的态度的转变,丈夫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 原本还算顾家的男人,彻底放飞了自我。 生活费也不交了,家也不经常回了。 这让王海丽对这段婚姻没了信心。 但这个时候,她还真没想过要离婚。 就算糟心的事儿有些多,她也只想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。 肚子里的孩子还得靠着她养呢。 毕竟丈夫和婆婆都不靠谱。 她都怕她要生产的时候,两个人不给她送医院,也不给她签字。 所以,她早早地就背上了贷产费,这样也能多一份保障。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,婆婆和丈夫会惦记这笔钱。 他们没想着给她出贷产费就罢了,竟然还惦记上她自己存起来的这笔钱。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? 若是家里有个人突然重病,需要这笔钱救命,那她还能理解。 但他们惦记这笔钱,竟然是为了给小叔子的女佣买项链。 原本她是不知道这事儿的。 还是她登陆网银,检查那张卡里的余额的时候才发现卡里少了钱。 这才让她问出了事情的原理。 原来是婆婆让张群挪用王海利的代产费,帮她小儿子讨好女朋友的。 婆婆之所以想着讨好小叔子的女朋友,是因为她听说小叔子的女友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,听说在本地就有好几套房呢。 老大没能娶到个有钱的媳妇,但老二却自己找了个有钱的女朋友,那她这个当妈的可不得多出点儿力,帮帮二儿子了。 当王海利从婆婆嘴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,她只觉得恶心。 他们自己出钱讨好人家女孩,她肯定没意见,但他们拿着她的代产费,去买了条项链讨好那个女孩子,这怎么看怎么气她。 王海利跟婆婆理论,婆婆却说生的孩子有啥了不起,说她矫情,说她事多,跟婆婆计较。 王海利真是气疯了,更让她生气的是,她的丈夫张全静也觉得婆婆说得对,她就是矫情。 王海利实在不明白,这家人为什么要这么对她,她对这家人真的挺好的。 她知道自己年纪大了,所以就想要个稳定的家庭,所以她对丈夫和婆婆都是尽心尽力的,从来没有苛待过她们。 但她们是怎么对她的?她是越想越气,她想到了离婚,但她也没有立即提出离婚。 她平静下来后,好好考虑了一段时间。 一段时间过后,她意识到,这段婚姻只会消耗她的精力,并不会给她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。 与其这样过下去,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,娘嫁人也能帮帮她。 想通后,她立即提出了离婚。 最终,生完孩子,他们就办完了离婚手续。 张群很沮丧,她还是很想有老婆孩子的,但她不懂得守住自己的幸福,只能说是活该了。 而王海利的前婆婆呢,大儿子离婚,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,她还年轻,不用儿媳伺候。 而且,她也不怎么关心大儿子,所以,她离不离婚,她也不怎么在意。 她更在意的是她小儿子一家。 是的,她的小儿子终于娶到了那个有钱人家的孩子。 她以为自己能得到些实惠,但实际上,小儿子娶了小儿媳后,小儿子倒像是成了女方的上门女婿。 她这个亲妈倒成了外人,小儿子跟小儿媳根本就不愿意搭理她,逢年过节能来看她一次就不错了。 小儿子是娶到了有钱人家的孩子,但她却什么都没有得到,反而失去了小儿子。 到老了,身边伺候她的也只剩大儿子一个了,但大儿子自从成了老光棍后,就一直浑浑饿饿的,没把她饿死就不错了。 她后悔啊,哪次想起来,她都后悔,当初要是没干个蠢事,大儿媳或许就不会要求离婚了,但后悔也已经晚了。 从这个故事中,我们能够明白两个道理。 一当婆婆的,就要公平对待两个儿媳,千万不要磕待某一个儿媳,天心又不讲理的婆婆,往往都不会有好结果,最后都会后悔。 很多婆婆,对几个儿媳,都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。 这能理解,毕竟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很难说,但就算更喜欢某一个儿媳,当婆婆的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。 太过明显的偏爱,只会惹来儿媳的不满。 婆婆若是行事还有些天坡,那就更糟糕了,很可能还会导致家庭的破裂。 所以,当婆婆的,就要公平对待两个儿媳,千万不要磕待某一个儿媳,天心又不讲理的婆婆,往往都不会有好结果,最后都会后悔。 二男人若想过的幸福,就要对妻子好,不要被家人挑拨几句,就干蠢事儿,被家人怂恿着伤害了妻子的男人,往往都会经历失败的婚姻,到最后,过得落魄的只有他自己。 有些男人,婚后也不懂得好好经营婚姻,被不明事理的家人挑拨几句,就能做出伤害妻子的事情,做出这种事情的时候,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么做对不对,会不会让妻子失望。 男人并不知道,女人放弃男人,往往是从失望开始的。 有了失望就会有绝望,之后就是放弃。 这是男人自己的婚姻,需要自己去守护。 失去了婚姻,伤心难过的是男人自己,家人未必会感同身受。 所以,男人若想过的幸福,就要对妻子好,不要被家人挑拨几句,就干蠢事儿,被家人怂恿着伤害了妻子的男人,往往都会经历失败的婚姻,到最后,过得落魄的只有他自己。